好,回來拍,今天就是1月21日,新年之前的,今天有個特備節目,其實我也不知道怎樣歸納到 沙拉塔,對,沙拉塔,多阿租,我也不知道放在哪個category,電影好,還是特備節目好 我應該都搜不到它在playlist的了,我已經不知道要把它搜到哪 我們趕到我們的怒氣派,開個playlist叫特備節目 不,我們以前有特備節目,連今次是第三輯,第一次特備是港人在菲律賓做人次事件 第二件事就是日本核電廠爆炸,到今次這個不是大災難,但我覺得很牽涉到香港的意識問題 就是近期呢,我幫你講的名字,angry pie,angry pie,都ok的 不如在我們這麼angry之前,我們介紹一下自己 我們的主席是蝦子王,我是劉莉,我不是很angry的子兵 是的,他很冷靜 我們講一下為什麼這件事會牽涉到我們錄網台的目的 就是近期,應該兩天之前,有一個恐嘉賓,在孔慶東 在大陸的一個節目裡講,早前在香港,有一段片 就是說有一個香港人跟大陸的主婦在吵架 說大陸的主婦是不應該在地上吃東西的 而那一段,我不知道是純粹是意氣用字的吵架 還是那段片,再是評論 其實大部分香港人都很憤怒 最出名的一句,如果不知道我講哪一句 就是,香港人是狗 你就知道是 我們就在那裡講一些東西 照著他講,我順序講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 argument 就是,似是而非的一些 point 有些有些有些道理,有些沒有些道理 第一個 point 語言問題 語言問題是說香港人應該講普通話 這句話,如果我不是在香港,是對的 因為我不是在香港,我在別的地方 我用普通話講的,是對的 問題是正正在這裡 你知道中國的國土裡面嗎 對,中國的國土裡面 問題正正在這裡,這裡香港 香港特別行政,這些東西就很灰色 對,為什麼灰色呢 因為如果我們跟著語言體來說 我們說香港是中國領土 應該用官方語言 問題是,香港自己都是 一國兩制 這個就是核心價值 對,因為香港自己本身都有 它officially平定的一個官方語言 是,這個一國兩制 基本法賦予香港人權利 就是說,賦什麼權利呢 我可以不跟你講過 因為他所說,官方語言 如果是文字的話 就是中文和英文 Chinese 但是語言是有趣的 語言是英文和廣東話 因為很多人說它是計算一個比例 香港旅遊發展局 在宣揚自己香港的資料的時候 它有一個得出來的數據 它說香港大概有88%的人 是說廣東話的 而那個是一個 它用英文寫的 都用 dialect 是謊言 很有趣 它說被大陸收回之後 就是所謂的回歸 那就是一個官方的方言 就叫做普通話 但是它是用方言 official dialect official dialect 不是official language 就是這樣寫 但是當然 普通話是大陸裡面一個官方語言 那 因為language是很有趣的 知名總之 是有分寫和說的 那香港是那個 中文比較有趣的 是不同的 這兩樣東西 沒有統一的 所以它就用英文寫language 就是寫說Chinese and English 然後Chinese是括著的 它說廣東話是很大部分人用的 所以它就有些吊詭的地方 其實這個都牽涉到 早一陣子在廣東省裡面 講的那個叫反 撐粵語行動 撐粵語行動 是因為反這個 反粵語 他們想在廣東省裡面 都盡量不要用廣東話 其實這個是 那個叫什麼 推普廢月 是 那個這樣的政策 所以其實這個是牽涉到 其實牽涉到 其實是冰風三尺飛一日之寒 當然 很多東西混在一起 其實我再講一點數據 其實全世界講粵語的人 大概有6700萬至1.3億 全世界 對 世界排名是第16的願 如果計算人口來講的話 它計算過 當然中文 應該說普通話 計算人口是最多人說的 但是你不要 中國多人 你不要留意那個比例問題都很重要 譬如說很多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以英文為主的語言 我拿加拿大做例子 加拿大很熟 大家 英文 英文 法文 因為有一區是專門寫 和讀都是法文的 路牌 那些都是用法文的 沒有英文的 在乔北 但是加拿大的第三語言就是廣東話 美國也是 澳洲就是第四 如果大家有時候去旅遊的話 你都會看到 如果有拿著機器做翻譯的那些 其實 中國和 中文是兩個類型 你可以讓你選擇 它不是中文 在十類型 因為 這牽涉了很多歷史問題 我想 可能子萍會再補充 那些 因為 以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立的時候 有些 的 譯音和譯名 是用 廣東話的譯名 譯成英文 給西方人看的 例如 大家知道 北京填鴨 不是 北京可以 是 北京可以 北京大學 也是 北京大學 青華 不是 青花大學 是 青花大學 我想 我上網做了 譯過 為何廣州人 去到外國 講英文 跟別人說 我是廣州人 為何他們不知道在哪裏 因為他們說 是關州 他們不知道哪裏 但如果不是說 是廣東 他知道 因為 這個 在西方的文化和歷史裡面 中國和廣東這兩個字 是出得很多 他們用這個譯音 因為那時候 跟中國做交易的時候 很多在廣州 對 而他們用廣東話 他的譯音 就變成用了廣東話為主 他就說 Canton 所以Canonist 就說 在廣東區裡面 講的語音 所以 其實他裡面這樣說 我覺得 你再拉遠一點 看這個世界來說 方言 因為在聯合國裡面 有六種 official的語言 當然 中文 括弧 國語 是六種裡面 最大 但是 德文也不是的 是英文 法文 中文 還有其他三個 我等一下再補充給大家 我講最熟的那三個 香港人最熟的那三個 但是 他裡面有說 廣東話 不是dialic 不是方言 是standard language standard language standard language 和這個方言的定義 是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人口比例上 很多人講的那個語言 就叫standard language 就是平常 日常的對話 日常生活很多人講的 叫standard language 而方言就是 一小節人講的語言 可能是特平事 基於人口的數量問題 基於政治問題 就跟一聲人講 所以其實他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 如果拉威用世界的演繹的話 這個論調就有點怪 其實這個論調最主要的問題 其實不用理這個問題 其實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以一個法律的理解來講 根本就不合理了 其實我覺得 很簡單 他借這個 他所謂 他此前而非的論調 來推廣他自己 你自己給自己 加上那種自我優越感 這個心理問題 這個心理問題 很不同 其實他後面都已經講了很多 他這裡去 其中就是 為什麼你不講 你不講 特地不講 有什麼原因 後面就會講很多 說他那個 香港人的優越主義 而 他的討論就是這樣的 他就說了 你們有什麼 所謂的優越主義 然後他就借 某些 有些 似是而非的論調 再打一個交叉 然後再推廣自己 就是比你更加優越 問題就在這裡 其實他罵這些 罵什麼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 八字精神好的人 你應該明白 來到香港 我們是講廣東話 因為這個是 基本法 特別是你作為一個教授 你應該清楚這些 基本條件 你一個 一個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賦予 你不可以做這些 為什麼不可以做 應該你已經知道 而且是你自己 和英國以前 合成的一個 協議 而且這個已經是 應該他們已經討論 研究過這些問題 特別他對這些文化 研究的時候 問題是他現在罵 這個 其實他的最重心 就是後面那一節 就是你不講 是因為你覺得自己 憂性我們 你就看不起我們 其實這個已經不是 理性討論 或者這個是心理問題 引致那個 討論 就是 為什麼你覺得你聰明 我不覺得你聰明 為什麼你不聰明 變成一個鬥爭 就是 為什麼我要聽你說 為什麼你不肯遭我 大家 鬥罵誰不遭誰 誰是大哥 我覺得你要遭我 那種的心態 其實 我想說 為什麼之前那個 粵語運動 他要普通話 廢粵語 就是他想避免這件事發生 所以他暗地由教育做起 而當然 不要只是香港人 澳門 廣東區的人 都覺得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 軟得很大 其實兩件事 辣著很多人 其實一樣就是 我覺得 我就不想你繼續發展 是 因為你繼續發展 對我來說 我沒有算什麼 這種心態 第二就是 我覺得他們想 有一種統一 心理 一來統一 就算是中國 你知道中國 都是西藏 廣東話 的統一文 他們都 大陸有他們的事 反彈 還有他們就是 我覺得 心理問題 是做一個什麼 就是 你不歸我們 反過來 你大陸人有這樣的心態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些 裡面的中國人 OK 因為說話少了 世界上有很多中國人 是啊 就是 你看回世界就是這樣的 我不管你 你的國家是怎樣看這件事 你世界各地都是偷中國人 你說意大利人 是意大利的 居住在意大利的意大利人 還是居住在其他國家的血統上 是意大利人 還是居住在意大利有意大利的國籍 但是非意大利的人 有很多這件事 你不會覺得這樣說 你不能統一這樣說 統一其實這個字 是一個很抽象的一件事 我只是說 他現在裡面 他這裡這樣 他說 我就是五腳 為什麼你不歸我們 中國這邊 為什麼你不就我 對 對 你其實可以理解為 情侶吵架 為什麼你不就我 為什麼我要就你 其實是 他一直在心裡面 在想這件事 然後他 拿到很多的論調 講英國人以前 怎樣對香港 怎樣怎樣 來來去 又是那個曲 譬如就是 你覺得你現在很厲害嗎 我不覺得你有什麼 你應該就 我就是來來去說這件事 但其實都沒有說過些什麼 像你所說 是 以前英國 統治香港的時候 也都是有歧視華人 也都有歧視文化的 這個是 所以才牽涉到 再加上失業率 再加上貪污 再加上 那時候共產黨來香港 想宣佈些什麼 還有六七暴動 對 但是因為 但是英國那時候的政府知道 因為我這樣做 會導致你們有暴動 對嗎 所以他最後 就是他由六七年之後 打後 他對著 都是有懷由 就是這個policy 不就是想這樣說 還有你現在站得這麼硬的話 就是延遠之間 你也聽到他所說的 他都發爛爛爪 對 雖然他不是代表中國 他個人的論調 但是你這樣作為一個嘉賓 在公開場合這樣說的話 就很容易 一些東西會扔來扔去 對 我覺得你這樣說的話 就是 你變成你整個 很沒有項目 是爭 他爭爭什麼 我覺得一個人是很不理性 他就是說 香港人是走狗 就是像子萍說 就是大家覺得他發爛爛爪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罵別人 你也說他不合情理 是不合邏輯 你可以說他 前言畢業後語 可以說論句重疊 你不可以說是 黃白彈 走狗 即是你不會有一個 理性 soul call 一個教授下面口 講理性的 argument 講你是走狗 其實教授不一定講理性 你認同我的東西是對 只不過我不肯認 所以我說你是走狗 還是我覺得自己的東西是沒有項目 我就死都要 這個是present方法 我想你present裡面說什麼 我認同有這件事 是 香港人的而且確 有一個的心理是歧視大陸人 是 不要說大陸簡體書 你都不覺得是自一級 這個是很深切 是有這樣的體會 但是這個是我們問題 我們覺得我們是應該要 或者這樣說 我們不歧視你 你是不是應該先做一些事情 問題是你們在做的事 是令我們更加歧視你 這個才是重點 我想說歧視其實是牽涉到respect 因為你不尊重他 歧視他已經輕視他 今天就有一個cost and effect 為什麼我們會 歧視你先 如果說以前 就是科技 經濟和人的思想 質素 和學識問題 沒有人說 基本上可能是不太平等 就是這樣的 反過來 我現在嘗試跳出一點點 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 中國人的方面說話 現在我們經濟起飛了 我想國民的質素都似是 相對性應該高一點點吧 那是不是這個歧視應該先撇除 都不是 在他的角度這樣看 未必的 但是他的誤句就是 為什麼現在我們 還未得到世界各地基人的尊重呢 我們已經那麼有錢 國家那麼強大 就因為你們做的 你們如何Present學歷華蘇 其實兩體 香港人就算你們多聰明 他也是更大的歧視眼光 這個是真的 就算 等於英國人和法國人一樣 大家都是歧視大家的 是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香港人都是很推順的 不要加那麼多種族性的歧視 雖然說是同一個種族 但是其實現在文化 在裡面可以稱為良種種族 這個地域性 這個的確是一個問題 一個Point 當你去正是拿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去看看 你們自己做了什麼 我想說的是你們是不斷發生 一些惡化這種情況的事 還有你現在這樣說 這段這樣的網上 都是激化的 其實是火上加油 加多一層油 讓它燒得更加輕 是的 有什麼情況是激化了 海港城有一塊屎 滴士尼也是 是的 滴士尼那個噴水池是一個糞池 有黃色的水流過 做一些糞池飄的 就是每次都糞的 還有在那個 糞的蟹 我有聽過一個朋友 真人真事說的 他說他正在搭冬鐵 看到冬鐵一門一開 有一個普通話的師奶 按著門 叫那個兒子 蛤鳥出去 就是在那個 蛤鳥月台 就是一輛火車裡面 冬天 就是 全部屎尿屁 還有 但是這個是事實 沒有辦法 我們已經 人類最接受不了 最髒的那些 其實應該是屎尿屁的 還有這個牽涉到文明的問題 就是反過來 為什麼你們中國那時候 都是看不起 所謂的外族 或者小數民族 因為你覺得 它不及我們文明 但是你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 所以你明白 整件事就這樣聽 你怎麼期待別人 OK我反過來 不要緊的 你國家富強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國家富強 因為國民質素 理論上 正路這樣說 是否應該可以 比較正面一點的上進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 你是錢多 你可能周身名牌 可以很多金錢上的消費 但是為什麼你的質素 可能比那些 可能比香港草根 比香港中產的人 更加低呢 我們就不明白 又解決不了 跟你說你又不明白 那是唯有用一種 那種叫什麼 有一種感性的反應 我見到這麼大件事 就是不滿 我就很不滿 以問題是這件事 用眼神來反應 這件事不是小數 即是經常發生 你不可以怪我們歧視你 你實在各地都是 如果你是沒事 沒有過我們歧視你當然是錯 當然歧視本身是錯 但是問題是 你們不斷做一些劣等的行為 令我們更加看不起你們 我不可以說我們正確 但你們也不可以說正確 而你去罵這件事 其實你是沒有看過自己的 我承認 我承認韓國人 和我們香港人 在外面說話 也很大聲的 即是在外國裏面 外國人 但我們都知道 雖然我們盡量教自己的兒女 但我不知道現在香港家長 怎樣教他們 我們盡量叫朋友 說話小聲一點 即是我們香港人去外國 就要說話小聲 你為何不是香港人 自己做回一個 或者很教育的 這是另一個問題 說話大小聲 我覺得這是另一個問題 例如吃東西 我們以前有禮物說 飲湯吃麵不要那麼大聲 不要說說聲 但日本不是 你說說聲是禮貌 大小聲這個是民風民族 我覺得這個不可以放在同一個桌子上 五萬一問題 隨地便利 我相信他們自己也接受不到 同意 同意 例如反過來 中國人喜歡熱鬧 所以才會導致到他 很大聲 但外國是喜歡覺得 這是一個優雅 是要靜的 這就講到 這個地頭的問題 可能外國人 一個法國人 去到中國 從商 或者和中國人一起吃飯 可能他會覺得 喝酒要大朗大朗 要豪氣 那些叫什麼 乾杯要癢 他都會 因為你中國是這樣的 入鄉才俗 對 反過來 可不可以中國 去到外國地方 都相對性 這是香港 香港有一半 其實都是西方文化 你說我 什麼 香港是狗 西化 都是這樣說 對 為什麼香港有這樣的 國際上有這個地位 是因為靠這件事 為什麼你們中國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面的中國人 為什麼要來香港做 很多什麼 蝗蟲霸的床位 為什麼來香港掃貨 為什麼來香港什麼 其實你們 都要這個 這個 我等一下再說 問題就是 他們做自己 接受不到的 你跟我說 你有什麼資格 跟我說 然後反過來 我有一個項目 我很想說 就是他裡面 孔主持 不是 孔嘉賓 在裡面說 香港有什麼好 香港乾 那個主持就問 他說 那些人說 香港有些都好過 都好過中國的城市 都乾淨 他說 因為他們有法律 他們法律好 他們法律好 那些人就怕 但是他們的人是不好的 法律上 有一個阻嚇性 和懲罰性的 這個法律在這裡 所以那些人才不做 譬如說 扔垃圾 這個不是一個 質素好的問題 這個是賤 但是我想說 這個靠古 你先去這個對話 首先 這就是靠古 也都沒有一個 你不能做實驗 就忽然間 撤消法律 香港人會馬上亂扔垃圾 你不知道 第二 這個論文 我就是 譬如說 你等於反過來 就說 為什麼那些小孩子 這麼禮貌 他有幾個家教好 如果他有幾個家教好 這是一個論文成立的 張邁師傅說 只不過你這樣 但我不同意 就因為家教好 所以首先才不講粗口針 這個 不是一個論文 這個不是一個 第一 如果他說 你都是因為怕法律的後果 你才不扔垃圾 你個人不是OK 但法律上不是成功了 結果上是成功 但真的人民質素不高 意思是你已經是 你很想扔垃圾 我很想犯法 他已經設到 自己很低 不是 他已經設到香港人的質素是很低 這個問題就是 等於我 我看到你 我很想強姦你 但我怕他又不敢強姦你 你已經跌到我意圖 很想強姦你 不是 志明的意思就是 像你所說 我是 因為他這句話 我自己承認了我很想強姦你 反過來 反過來就是 我承認了我的質素 比你更加低 因為你才會這樣說 問題是 你有沒有這條法律都好 我沒有想過強姦你 就是沒有想過強姦你 問題是在那裡 你下跌後 你回應 我想 我很想隨你扔垃圾 我不是見到牌子 我見到警察 我已經隨你扔了 你不是這樣 問題是 你沒有想過 這個就是質素 反過來 我再說文明的進步 我們世界上 任何一個民族 你說埃及 那麼古老 印度 中國 那些 都是由夜晚人進化而起 是 教育 是 progressive 意思就是 逐步逐步 是 所以可能 反觀世界做個比較 是香港人的質素 是未到第一等 是未到最高的那一層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懂得自覺 是 但是我們有些東西設定 都比沒有好 因為教育 就是那句話 我沒有想過 隨地發麻煩 那是不關我的事的 就是 你沒有想過 如果我遲到 其實遲不遲到 是不關你的事的 因為你不會 但是你只不過設定了 有這個 為什麼設定了 因為以前有這個問題 而一代一代教育上來 就是這個問題 越來越減少 教育的發展 人民質素 是透過教育一代一代上去 這裏呢 我又用中國文化去解釋 給這些中國人民共和中國人聽 我記得是老子還是莊子 裏面有一個故事 我忘記是誰 是講了這件事 它說有一隻牛很野蠻的 像是蠻牛 但是它身上沒有那些 牛的鼻環之類 要促迫著它 如果促迫著這隻牛 就要做到 就先做鼻環 可以鎖住它的地方走不了 之後再教它 到了之後 這隻牛就循復了 拔了一個鼻環 因為它不是因為 鼻環鎖住它才不會亂走 它覺得不應該亂走 拔了 但是問題就是 很有趣就是 被人拔走的鼻環後的牛 和 蠻牛的樣子是沒有分別的 故事就說了這就完了 它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是那個progressive 一來的 進步了和未進步 是不需要靠 文明了和未文明 是不需要靠法例的 身為香港人都承認 香港人的質素問題 不是最高等 我們都會看到紅燈照過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自己有什麼不好 我們承認 而我們其實 進步是有分快和慢 我覺得我們都 progressively做 某些香港人 可能某些香港人在退化 我們都要公平地說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一件事是 怎樣去看香港的公民質素呢 例如駕駛 是很多人知道哪些位置 是有機 就是那些拆速槍的 但是 是不是沒有拆速槍的地方 所有人都會超速 不是外國人都會超速 不是外國人都會超速 但是問題是 香港人就算沒有 他都慣性是不會 當然有一些是會 比例上不會 上班的地方 那條腰 那條質素 那條線 你永遠是一個 高和低的附近 有些人是會高一點 有些人不會低一點 所以有些人會超速 但是 你不會全部人超速 這已經反映了 質素就是在那條線附近 同樣 我覺得最簡單 就是講排隊 很有趣 你的所謂 policy 其實在外國人眼中 是很可笑 譬如說什麼 因為 比如說奧運 或者世運 或者那些全球運動會 那些大節目 在一個國家裏 就要有一天 就叫做排隊日 什麼叫排隊日 就是那一天 那些人要排隊 很簡單 那代表什麼意思 我其餘那20家日 是不排隊 就是講這些 如果真是 還有大陸 你知道很多的slogan 當然現在香港都在退化 抄他們 或者什麼 爭做文明 爭做文明先鋒 還是什麼 我心想 如果真是文明的話 是不會爭的 用得爭這個字的話 你也不明白 你已經不明白 就是不明白 就是這個 我可以比較 我答歹尺在香港的歷史 我就拿著一本文言慢慢回答 我在大陸我答歹尺 我告訴我 我完全答不到歹尺 你怕他老爸 不是 我是搶不到上去 我不夠他們爭 我搶到 我自己搶到 我被人撞開 根本我上不去 我在KFC那裡 大陸的KFC 都是這樣 我排隊 小孩子覺得很大大幅 很大幅 他這個沒問題,我瞇他,不知他是受慣冷眼,還是無法恥辱他 我覺得,為什麼人們要歧視?歧視就是說,我不用語言,我不用實際行動 我很禮貌地跟你說,我是不補這個行為 我很禮貌地跟你說,你這樣做可能是一個沒有禮貌的行為 我覺得歧視這件事 你都不覺得自己有錯,你不會說對不起,你不會改,你不會認自己有錯 還要告訴我,我有問題 問題是,在香港人,我們覺得排隊是對的,這是一個文明的表現 他們是否覺得文明的表現,問題是他們都覺得是文明的表現 但他們不做,他們知不知道做不到 他們不覺得是有這個需要 然後我們有這件事,他就說,有什麼特別 都是因為被人罵,排隊認真 最多我們不排隊,隔不中有人插隊,會被人罵之外,我們有什麼被人罵 還有我覺得大陸人很喜歡用英國教你們,英國教你們 我心想,我反過來,中國現在這麼高的發展 你可以很肯定地說,沒有其他國家 或者沒有香港,台灣,澳門人的幫手跟你開發 或者幫你這樣的經濟發展 我們本身的背景很多東西,就是科技也是西方科技 根本就是很早期的那些勞動力,科技 根本全部都是香港的那些 勞動力就不是,勞動力就不是 他們現在除了那個關係文化之外 基本上經濟體系的營增不是西方科技 那他們在哪裏學,他們就是我們學回來 難道我說你是蘇聯的走狗 難道你要搞上市集資這些全部西方主義 西方的貿易,西方的市場,西方的商貿方式 商業形式,你就有一個西方的 那你拿著什麼手袋,不是法國做的 不是,是法國公司在西班牙做的 你買部電腦,你的Hardless不是泰國做的 你的IBM也是收購回來的 不是,你的聯想,你的科技不是你開發的 不是你創先河的 人家都可以這樣來罵你 人家都沒有罵你,為什麼呢? 人家不覺得這是一個項目 就是這樣 這個不可以是一個重點 當然科技這些其實是一種功用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可以說 因為那個人,或者那個國家,或者那個團體教你 然後你就說你跟著他,就是他的走狗 你不是,這個論文又不是 這個也是反對文化,文化本身的存在 我覺得唯一一用東西,唯一一個情況之下 你這類東西就可以成立 你真的絕對絕對萬重對過 不是,一來,二來再極端的相反 就是你絕對不接受 你所有東西是自己開發 就是那些自給自足的一種民族 那你就有權說這件事 是的,但你沒有嘛 你都不是這樣 有哪些是中國發明 中國,咦?中國一向最低的就是 中國都是發明 但是近代的科技有四大發明 什麼?假雞蛋 還有什麼?還有假什麼? 奶粉、豉油、藥 那什麼都可以假的 現在是假年糕 那什麼都可以假的 所以不是說中國 正書都可以假的 中國最厲害的就是做假的 不過雞蛋要真的很神奇 我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那個成本問題 那個成本就是那隻雞蛋 我不明白你做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假 你為興趣 有,我可以回答 因為他找不到雞蛋 有那麼多雞蛋 就是雞蛋的供求不夠 就算是成本高 他照著再高價買出去 他得來的利益都高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國家練金術士 國家練金術士 那是不是可以練到這個假的賢者之石出來呢? 可能遲了一天 已經有了 我只記得馬亞水晶骷髏頭 這個的齊外話 全世界這些水晶工匠 是真的大陸才能做到假的 那個樂可以開合的假風露頭 水晶風露頭 他們的工藝手段真的很厲害 厲害 這個是不得不佩服他們 他們有工藝在這裡 不過這個造假很嚴重 特別是在我們說文化那些 書籍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又是質素來的 大陸人自己呢 我跟他們接觸都說 寧願看香港書 台灣書 例如淘寶都有這些念 都是專注這些書 為什麼呢? 就是大陸的書 很多時候都是左級 右級 網上的書 都要Copy 拼出去 因為又回去 免得這麼多東西 接著 那些文學報告 大學的論文 都是假的 我們看論文 我們都知道 我們當年做的 我們全盤不用的 大陸的報告 為什麼呢? 我們一篇論文 他有些什麼 是肯定他編的 是否正確 他在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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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可以夠膽 自己作出記憶 這是我們大學生 不讀書 隨便博有文教才做的 他真的找一個記憶 但他在記憶 改了句子 去支持自己 那種造假 是影響很大的 還有大學證書 也是造假的 有一次我有一個朋友 在英國 畢業 說很想去大陸深造 中國法律商 大陸做 從法律界 他說 你給我證書 給他看 給我影響本 香港來說夠 你給我證本 我保留 我怎麼可以讓你保留 我證本 他說 我們要再去做鑑證 怕是假 你不是吧 神經 就是因為他們自己有些事情 這個就是他剛剛說 法律 為什麼要設定法律 就是因為人民質素 這個證明中關他的項目 就是這種 那為什麼他會想得出這個 他會將這個想法透露香港人 就是因為他們自己也是這樣 他們做不到 而我們不需要做這件事 我想都沒有想過這件事 問題就是 香港人就是想都沒有想過做這件事 只不過有條法律在階住的人 還有一些有趣的 那現在他會想得出 就是因為大陸人自己是這樣 所以他不是想著 你也是這樣 還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我是老闆 我們兩個都是大陸人 紫萍和我打工 我要你給我一個月的薪給我做按金 你才幫我打工 就是香港人聽到 不要香港人 世界的人都聽到 很可愛 為什麼我打工 要給我一個薪給你做按金 因為他打工 走了 走了之後 第二樓是說 你公司有些物資 那些什麼 拿了這些東西 你不相信人 不相信到這個階段 要做這些東西 還有所有的物資 是要自己給錢買的 比如說你做廚師 當然外國也是 外國也是因為 以你為本 你用這把刀用得最舒服 是 高級一點 廚師這個 我當然不是 很多私貨的東西 例如說 電腦 為什麼要出自己 因為你怕你凹 說壞啊什麼 去換 就是這件事 香港也有這個情況 不過也是因為 那個老闆 那個老闆 沽寒 我見過有一個 這個點 香港老闆 沽寒到什麼 他要求 員工見工的時候 要打一部MacBook 去做 講他 就是那間設計廠 講他做過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公司沒有電腦 我見工見了MacBook 你才帶我MacBook回去上班 我之前回家很多工作都是這樣 你不要說 記憶卡都要自己買 還要嫌你說 Gig數小 是沒有攝錄的 連這麼少的事都不給 小事那些不太厲害 Densite House又不給錢買 Photoshop軟件 那些 神經病 連電腦都不給你 他要戴了什麼Air 回去上班 你正經驊請Freelance 今天沒問題 你又不肯贏 Freelance是斷項計算的 對 我只給了底身味 我就不斷折東西給你 就是了 我覺得這些香港人自己本身都有問題 對 有些東西是香港人有問題 對 所以我們在講 但是這個國民主義 大香港人主義現在 我用這個字來形容 翻鬥 這件事其實是非香港人 灌給香港人的名字 在很多年前 當然可能是那時候的亞洲人 給香港的這個稱號 因為那時候香港比較 TOPB 其他商人都沒有那麼高 我覺得香港是Hill Jack 我承認有這個不好處 有Hill Jack和歧視大陸人 還有沒有那麼好經濟發展的鄰近國家 即是當年吃金箔燒賣那些 當然在韓國也是一樣 香港人都看不起韓國人 因為那時候韓國還沒那麼發達 但現在回歸了之後 他們說回歸了之後 那幾年 很多所謂的社評 有一個說 要拋棄這個大香港主義 否則香港就會在邊緣化 其實我覺得這句是有心無意之中 是在撕掉你的尊嚴 當然你說這個尊嚴變成歧視 又不是一件好事 我承認 但他們是有心准這件事 這是同化的其中一個策略 但問題就是我不是說要大香港主義 每個民族 中國都有一個尊嚴 難道是一個潮州老公的歧視 他本身有歷史 和文化的核心文化 是否就是這樣 是 你如果用邏輯上就是這樣演繹 但這個邏輯上是很有問題的 我都不明白我黑心格的 是甚麼 所以我們都有問題 我們都有內憂 我們在說一說 譬如說 你不可以說一個上海人 就是因為不知某些甚麼 歧視潮州人 這樣 這個上海人是歧視潮州人 是因為上海人本身是這樣的 他們有自己面子的方面 香港人如果說他歧視內地人 第一就是過去的優越性 第二就是恐懼性 恐共的情況 而所謂 譬如說 如果說 潮州人 大潮州主義 但他的大潮州主義 是否說 他很想證明 全中國 只有潮州這個 民族 這個文化 這個文化 這個文化是 on top於你所有 他覺得他不是 他為何要說大潮州主義 是因為 他要和這個反距 或者剝削他尊嚴的 那個力量 做一個抗衡 要作個名 靠叉功 對 所以這就是狀態 打壁球那種 發來發去 你發得越厲害 我不是發得越厲害 為何之前 好像佛大 打香港主義 其實沒有什麼提起過 但現在又調 由上回 究竟是因為我們看到這些 才要做一個抗衡 抗有一個名 這個其實在另一個課題裡 叫做 我忘記叫做 什麼性 保守主義 意思大約是 進取 衝擊 我忘記了 不是Pro-Active 應該不是 我忘記了 這個 是不知什麼 保守主義 其實就是這樣 香港人其實 對於現在的融合裡面 有一種恐懼 但這個恐懼 就激發了另一種 就是他們 叫做反抗 一種主動性 保守主義 而他們的反抗 是一種 它有argument 你每件事都有 有一個論調 你才可以做一個反抗 而他們的論調就是 基於這兩件事 我們這樣看到 我們的質素 雖然來說高一點 所以我們就拒絕同化 因為同化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種退化 對 這一種就變成了 一種大香港主義的旗幟 就是為了做這一件事 對 我覺得這個 不是單方面滲出來的 這個是一個 保守主義就是一個反抗 就是一種 對排外的訊息 就是一種抗爭 抗爭 是一種表現 所以我覺得大香港主義在現在這個時刻 我覺得只會越來越激烈 短期內 激烈其實 當然我們這樣說 歧視反抗這種 未必的需要 即是可以磨懈共作的一種情況 但問題是 有需要 這就是另一個問題 需要 強調一點點 不是說大香港主義是對的和必要 我們說的是 需要 對抗這個紅樓 對這個trend 其實說真的 如果我們以一個文化體系來說 大香港主義其實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對 因為它是一種排外性 即是很強 抗拒任何融合與交織去建立的東西 其實應該這樣說 再加了一點 就是國民主義 Nationalism 其實是一個雙面引來的 對於本土來說 我可以凝聚我們的國民去對外 但是 其實就是一個排外性 排外就會導致到衝突 其實這種種族主義 或者不說 對 其實反過來我們說白人 歧視黑人 就是這件事 但問題是 我可以說這件事一定不對 說真的一定不對 但問題是有需要 在這個情況下 我是需要這樣 去歧視 而這個呢 抗爭到最 最物理性的呢 其實就是戰爭 就是戰爭 但是對方說 戰爭是否說 譬如說我這個國家 對付那個國家 二次大戰 這樣 日本都偷襲過珍珠江 牽涉到它跟美國對戰 這樣 那是否美國人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殺死你們所有日本人 他不是這樣說 他只是要結束這個戰爭 要令到你們日本投降 但是他怎樣跟他的國民說呢 難道他在戰爭的時候說 我們因為戰爭 所以要抗爭這個日本的投降 但是呢 其實我們跟日本人是很友善的 我們不可以說以和為貴 對 你們主動跟你身邊的日本人 或者做朋友 可以跟他經商 你不會這樣說 你作為一個 你一定要將他打為邪惡 對 就是等於當日 布希都要發表一個邪惡核心論 對 如果不是他根本沒有辦法 正面化那種反抗 而中國都被美國評定為邪惡核心國裏面的其中一國 對 這個我當然不要 不過我已經不明白了 這個研究 但問題我要說回 為何是合理 為何有這樣的需要 即是 他是不 即是 如果你說他在公義方面 他是不合理的 但他是有這種需要 為甚麼 管理問題 可以這樣說管理問題 或者這樣說是一個嚴重性問題 問題是 大陸那個 其實 阿孔慶東在之後回覆裡面 說過 說香港人是狗 全世界都有是狗 香港人不是全部都是狗 其實這句話是對的 但問題是 大陸人只要有1%是狗 而那1%湧到香港 香港六層 千多萬 因為你計算人口比例問題 對 我當大陸人 有沙士 他下來 而沙士一傳十 他知道有1%有沙士的人下來 這1% 然後99%是沒有 而1%有一半人下來香港 香港全變逆了 因為香港的人數比例沒有沖淡 或者這樣說 醫療這個問題 人婦下來的問題 其實我肯定告訴大家 他有多少人下來 在大陸接激了一點 甚至我們跟大陸的人說 他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 他們所知道有甚麼人婦下來香港 有錢的 老闆那些 他們說我有錢下來給你們 因為我們覺得香港福利好些 醫療設備比大陸優秀 我當然是選一個好的地方生 根據他的角度 他就想拆掉這件事 因為你只不過有建制好 他就這樣吵 這不是問題 他下來 你說 反正我做手術 都可能不說我有錢 我們都想去外國 設備好些 醫術好些地方做手術 等於馬來西亞很多人 如果醫 馬來西亞 印尼那邊那幫華人 或者有錢些的人 都好 他要做手術 他要醫生 其實都要去新加坡 你講講這件事 但這件事是對的 問題是不說有錢的那幫 沒有錢的那幫 進入急性室那幫 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他們根本聽都沒聽過這件事 他們完全說 不是有錢才下來的嗎 這個我真的 這個節目我先出門 我已經做了三天的問條 我在QQ 微博 不斷跟大陸人溝通問這件事 全部都說 我沒有聽過這件事 全部都覺得是有錢的 老闆 可能那幫年輕的那幫 沒有生的兒子 沒有做過資料搜集 所以他們不知道 但他們就知道 身後的老闆有錢下來 問題是 如果以這種立場來看 其實那幫衝關的人 是不是大陸少數 但如果大陸 只有這麼少人 來衝關 來搞事 香港的醫療體制 已經自然崩潰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有需要 去用一個歧視抗爭 叫你們不要搞不住 我同意你這一點 尤其是說歧視抗爭 因為理性上 我們做不到事 怎樣做 譬如說 我們又不是醫療系統的人 政府又不叫法律 我反過來 你再這樣下去 始終變成恐怖主義 恐怖襲擊那種 難道真的要一班人 站在醫院門口 不是的 站在邊境那裏 KCR火車站那裏 難道見到大老婆 打到她流產 幫你檢查你 你是否好人 我才讓你過關 不可能你監察不到 你說你政府基於人道立場 不能見到一個大老婆 在急診室那裏 見死不救 但難道 我們不是因為這樣 而藉口被你慫恿 而政府又沒有策略 譬如說 趙先生 不能讓你出石子 又沒有這個策略 到逼狗埋牆都追盡 你唯有怎樣 我們唯有不喜歡你 唯有創真 你沒有出石子 真的不治你 然後你又說人家冷血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為何會這樣 如果要用恐怖主義 來當作最後的resort 最重要就是嚴重性 對 我們始終無法解決 即是我們處理不到這麽嚴重的問題 我們被迫要用這個 物理性最實際 或者不要用大香港主義這種心理狀態去 由心理層面去抗拒 這個心理層面已經是尾二 也算是嚴重的 因為是心理上 已經是無差別其次 開始 不是無差別其次 所以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問題弄得太嚴重 我們唯有 沒有辦法 慢慢做到分別 我們全部 一劑一個全部 這個再壞是什麽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說 嗯